选了洛 哇好油啊 Rug的阵容很油啊 就是这个阵容 Rug就是什么呢 一个大树一个维格托 两个英雄是可以 有很好的地形作战能力的 就是维格托的立场 包括他的激光 然后大树的树儿子 包括他的大招 都是属于在一个地 就是地形战 只要不是那种 就是他们自己上头乱冲脸的话 他们只要保持好自己的阵型 就会让淘宝很难受 然后洛这个英雄呢 又是属于 他可以进行强开 但他也有机会就是逃跑 他不属于像日女啊 或者泰坦这种 你开进去了 你可能自己就死在里边了 就洛他也有选择权 有机会选择 如果没开好 他也有机会撤回来 而且这把还有卡丽斯塔 可以保他 有卡丽斯塔可以保他 所以Rug这个阵容就 看起来 像来说是比较灵活的 刷下来想看下路 这把上路纳尔选出来 该不会是为了扛压的吧 小天直接来下路 只没指到 这很难干客的 说实话 他就算来下路 也没那么好干客 而且盲僧如果蹲到了 这下路三打三 很难操作 这个洛 卡丽斯塔 盲僧 这三打三的能力都很强的 这波沙皇能先来 硬杀吗 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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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杀了 可以 这波沙皇先到的 把Rug的这个逃脱的路线封死了 警惕心不够啊 他太低估卡丽斯塔加落的伤害了 而且这波康普很细啊 这波康普很细啊 我们看一下这卡丽斯塔的操作 看到了吗 他康普是想Q消耗维鲁斯的 但是他Q没Q到维鲁斯 Q到这个小兵 他干脆A这个小兵 然后直接A这个维鲁斯 拔毛减速了维鲁斯 维鲁斯被减速了 抬起来 Kump这波真的很细节啊 但是也是Jacky自己 Jacky自己太大意导致的 怎么这个视频那么卡呀 这个视频 我受不了了 换个清晰度 又是一个半屈原则 这个说实话 就是 当他点下这个眼 发现这个真眼的时候 就该走了 这个眼不能排啊 这个眼真 不好排啊 你看啊 我们看一下 涛博 站在涛博的视角 我们现在把自己想象成 涛博的视角里边的视野 首先 下路兵线 看到吗 一塔二塔中间 有一个眼 对吧 然后三角草 有一个眼 然后 F6旁边 有一个眼 这三个眼 为我们换算成 涛博的视角 我们现在地图上 能看到谁呢 我们现在地图上 确认能看到的 就卡丽斯塔 因为卡丽斯塔 刚把线推了 对吧 就卡丽斯塔 卡丽斯塔身后 有没有人呢 大概率没人 因为这三个眼 全都看到 那其他四个人 在哪呢 不知道啊 那这里打小龙 又打得这么顺利 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那 为什么就输了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 这个阵容 如果Rug 要打正面团 五打五 他们的容错率 是要高一点的 因为他们的地形 地形作战能力 太强了 维格多的立场 维格多的激光 包括洛可以 斯武剑 开团 有卡丽斯塔精灵球 还有大树的朔儿子 以及大树的大招 就他可以做到 先泡克 让涛博很难受 然后逼涛博着急 来开他们 他们在尝试反打 这个是Rug 这个阵容的优势所在啊 这波开大树 大树先死了 跟队友脱节 纳尔闪拍 没拍到 卡丽斯塔收回来 抓到一波机会 可以拿小龙 就是Rug 这个阵容 只要他不是 他不是想着送 他只要阵型 能保持的好一点 五个人 对吧 大树顶在前面 然后其他兄弟们 只要能接应他的位置 慢慢打 这阵容就会很舒服啊 而且发育到中后期 也不是很虚啊 这波要打 维鲁斯也得来啊 这波 维鲁斯想吃中路的兵线 但上路先锋 已经放了呀 这波兵线 维鲁斯不能吃啊 我给你们简单的 说一下逻辑 为什么他不能吃 维鲁斯如果第一时间 来正面团的话 他们四个人 有机会就先处理掉 这个洛了 然后这个踢拼 纳尔再交踢 就能处理 因为先锋已经放了呀 先锋已经放了半天了 这个中路线 你看这个先锋已经放了 维鲁斯直接来上呗 中路线平线呀 中路是个平线 就是两边的小兵 都是崭新的相交汇的线 就哪怕说 你就卡丽斯塔 对面的卡丽斯塔 要接中路这波线 你给他接嘛 他接了能怎么样 他也拆不了这个满血的中路一塔 但是你上路有先锋 如果你维鲁斯能先到 卡丽斯塔 如果再接中线的话 你们上路人多打人少 就可以推一塔 甚至还可以再撞二塔 这中路兵线真不能接啊 这先锋已经放了很久了 然后纳尔也踢完了 然后中路也多接了一波线 但是这种一般都是团队决策 这种一般都是团队决策 所以也不好说 这种一般都是团队决策 主要是踢的时间也比较晚了 来不及了 我觉得这波团队是两边都没有ADC的 对的 就是一个上单来得快一点 肯定是不要资源点来打的呀 你不能说是 我看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 包括解说也在说 这波两面AD都没来 就跟AD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先锋 它是资源点呀 兄弟们 就是你既然放了先锋 你肯定是要围绕着先锋来打呀 就是你放了先锋 这个先锋 就是你们现在最大的战术级 你才会考虑放先锋 对吧 要不然不可能随便放先锋 除非时间到了 或者说是放不出来 对吧 要不然你放 你既然选择放了先锋 你就要围绕着先锋 来打这一波你们的团战 要不然你争夺这个先锋 就没有意义呀 对吧 你放先锋也就没有意义呀 所以说你必须要围绕着 你们这一波所放的先锋 来打这波团战 你其他的决策 都要往后放一放 你既然放了 你就要围着他打呀 你不能放出来 让他自己一个人发育吧 该放的 这个塔该放的 说实话 这塔凭什么不放啊 没有双招的法洛士 对面有大龙buff的 沙皇在下路守塔 纳尔在上路守塔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很 很明显的信息差了 就是Rug知道 你的中单和你的上单 第一时间是不在的 你身后 大概率也是没人的 这个塔怎么能守 这个塔一定守不了的 这个塔一定是不能守的 反正我这么跟你们说 如果我是赛讯组的 这场比赛打完了 我肯定下来要跟 Vivert做一下思想教育 他 他太年轻了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要跟他好好聊一下 这把这五次死亡 至少有三次是可以避免的 就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感觉Vivert的 要好好聊一下的 当然其他人 其他人也都有问题 这把也没有选择帮上 然后选择帮下 然后下路也没打过 对吧 但是你说上路 能不能少死呢 他也是有机会少死的 下路也出问题了 这维鲁斯 莫名其妙 直接被抬 死掉了 中路强行收塔 死掉了 也有问题 我来分析一下 现在兄弟们的 几个集中的讨论点 第一个 我们从上 说到下 上路是 主要讨论 打野都不帮上 上路身价都那么低 你还让上路C 还对上路要求那么多 然后第二种 上路就是没打好啊 上路就是没打好啊 他就是不该死啊 他死了几波 那怎么办呢 然后说到打野 打野全场没节奏 去哪 哪死人 去哪队友死到哪 怎么玩啊 然后还有一种 打野为什么不帮上啊 然后说到中路 这个沙皇 为什么游不起来啊 跟我看的牙膏子不一样啊 为什么他游不了啊 然后推人了 或者怎么样了 就是他为什么要送啊 他为什么去死了 他为什么不来啊 然后AD AD就是 他怎么在 他怎么敢这样玩的 他怎么敢那样玩的 没意义啊 兄弟们 你们唠这个真的没意义啊 唠不明白了 我们来看下一场比赛吧 兄弟们 你们还想看哪一把 你们还想看哪一把 现在最清楚了 我来看我的 不好意思